Hello 大家好,又到了人物展映的时候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一个人物 就是著名小说《天路历程》的作者 本人若翰John Bunyan 他是英国作家和清教徒的传教士 甚至做过牧师 他的生出年份在1628-1688年 本人若翰写过一部自传 叫做《丰盛的恩典》 是讲述到神对罪人的恩典 而他自己在1628年生于英国 他的爸爸是一个保镬像 而专营是罕接和修补锅、锅、盆 还有其他金属制品 按当时的社会标准来说 做这一行就算是一种悲战的职业 而通常那些保镬像 他会带着小孩在旁边作为帮忙 但是本人若翰的爸爸 他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他没有这样做 而将他留在村子里面 就给他上学 直至他小学毕业 在自传里面 大约9岁或10岁那年 原来本人若翰 他是个个几个 有个几个警示式的梦境 就是关于他自己生命的结局 未来审判 还有关于地獄那些 很可怕的景象 和有关永恒的启舌 对于这一切他觉得很困扰 成年之后他依然记忆犹身 不过在青少年期 他将这一切都抛诸老后 他形容自己 是当时村里面最坏的野孩子 尤其是在围背安息日 简直就是坏事做准 在当地还以咒座和发假誓文明 十六岁那年 他离开家乡去参军 当时在克伦威尔领导下的清教徒 另外那边是支持英国国教的 国王查理一世的军队之间 爆发了一场内战 国王的军队叫做保皇派 而为国王的至高统治权而战 而克伦威尔旗下 就是为议会而战的智事 因此本人约翰投入这场战争里面 牵涉到有宗教和政治 相从性的性质的一场战事 在这些经历也可能使得到 本人约翰得到一些对战争的深刻理解 也反映在他日后所驻的天路历程 有几个关于战争的场面写得特别 即是好 在复役期间还发生过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话说本人约翰受命 跟着一个营要去到某个地方 臨行的最后一刻 另一个士兵竟然找到本人约翰 就说不如我代你去吧 本人就说好 这位战士就这样 这位士兵就这样派上了去站岗 结果竟然在岗位上 被一粒子弹 步枪的子弹 击中而弊命 这件事在本人心里 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为什么突然有个人会替他死 退悟之后 他就和一位贫穷出生的女子结婚 他们的生活非常贫困 甚至没有足够的生活用品 他的妻子 但是带来了两本淑宁书籍作为嫁妆 一本叫《普通人的天国之路》 另一本就是《敬虔的生活》 这两本书都是他的爸爸送给他的 而本人的妻子 也经常向本人约翰 去说起外父的事情 这个外父原来是一个真正敬虔的人 当时本人约翰读了这些书 虽然很开心 但也未有因此而闻 一些有关悔罪感的情况 没多久 本人约翰开始和太太一起做礼拜 对了 有一个星期日早晨 他对所听到的报道印象很深 但礼拜完之后 他又马上走去球场 玩一种叫做猫的游戏 喵 不是真的玩猫 这种游戏 就好像今天的版球类那些游戏 他就和主人一种奇异的方式 首次相遇 日后在自转里面 他说 在同一天我就去玩猫游戏 但当时我刚刚就把球 就在洞里面打出来 准备再打第二次的时候 突然有个声音 从天国里面急速地击中了我的心 那个声音很清楚地说 你是要离弃你的罪 尽天国 还是继续犯罪落地獄 我当时当然很害怕 没有办法理会滚在地上的球 而是举目望天 仿佛心里面的深眼打开 我看到主耶稣在那里 俯视着我 看下来 他很不高兴的样子 他似乎很严厉地警告我 将来 有一日 我必定会为不敬虔的行为 而受到惩罚 随之而来 是一次对他为之文明的 一个咒座 法假誓的认罪 他就说 我依然犯罪 他在满心的贪婪里浮沉 对自己不能如愿以上 得到满足的心 而心怀不平 心怀怨愿 这些状况持续了一个多月 直到有一天 我站在隔壁那间商店的厨窗面前 又在咒座 又在发假誓 就好像以前一样 在装疯卖锁 有一个女人 她坐在屋里面 看着我 虽然她看来 好像很懒散 都不是一些敬虔的人 但她竟然斩钉切铁 就说 我的咒座 是多么惡毒 她听到的时候 都不寒而律 她还告诉我 我是她一生里面 所见最不敬虔的家伙 我的所作所为 足以颠会整个城里面 青少年的心灵 如果她们和我做朋友的话 唉 就没得静了 本人若翰 心里面 认罪的开始 就值得我们去心醒了 圣经和教会历史都告诉我们 神经常都会在这样的人心里面 做工 当神 开始做工的时候 会使人认罪的时候 当他常常从 这个人的生活里面 重大的罪开始 神就是这样去对他 他的罪 并不是一次就现形 神从他显著的罪开刀 首先 就是他在礼拜日 涉足神 然后 又喜欢咒座 又发假誓 不过 要注意 如果你问一个人 是不是 为他自己是一个罪人 十之八九的人都说 没错 我有时是个罪人 神使人认罪的工作 其实是始于某种罪 我不知道大家 心里面 或者信主那么久 有没有一些罪 仍然很纏扰你的 或者有些罪 你慢慢发现 越来越严重 当你越认识神 神会告诉你 这是罪 你必须去处理 然后 圣灵 就会使他 一个人 慢慢认罪的 广度和深度 更加彻底 当一个人 试图去洗淨自己的心灵 摆脱某些罪 是用自己的方法 这样 就会使他在神面前 更加显得 是不乾不耳 圣灵 圣灵不单止 会指出我们 某种罪 而且也会一步一步 进一步地 说给人 说给本人的看 他越试图去结静 就越看到自己的污围 他的内心越坦露 就越会明白 我们不能紧紧承认某种罪 还必须要放弃自己的努力 因为除了罪 我们什么都不是 本人约翰的一生 显然经历了这些 很日益深刻的过程 他说 在他的生命里 曾经有过 长达四年这么久的熟灵混乱期 在那四年里 他不断尝试 去尝试赢得他自己的意 他有时满了希望 但是没多久 这些希望又幻灭 最后他终于明白 在自转里 他这样写到自己的内心挣扎 就是说 有一天 我只是穿过田野 很多很多的念头 就涌到我的心里 我很怕 所有的一切 都是白费经 突然间 有一句说话 就落了他的心头 那句说话是什么呢 你的意 是在天上的 突然间 我的心灵的眼睛大开 我看到耶稣基督 在神的右边 我明白到 这个才是我的意 所以不论在哪里 不论我做什么 神都没有说 他要我的意 而是要在他面前的 耶稣基督的意 我更加看到 不是我的良善使我为意 也不是因为我的邪恶 毁坏了我的意 因为我的意 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昨日 今日 直到永远 都是一样 他才是 有意 至于我的枷锁 解开了 我的铁一般 勞不可破的俘虏 终于萎缩了 我的试探 逃至夭夭了 在那个时候开始 神的可谓的话语 不再困扰我 我高兴地回到家 为神的恩典和爱 而满心欢喜 那次经历以后 本人若翰就说 他以为自己会永远 生活在这种境况 其实受苦、拯救、感恩 不是一次性的经历 而是不断地 一直一直进心 我们发现 本人若翰的人生经历里 受苦、拯救、感恩 一直加深去对神的信仰 1653年 亦是在他25岁那年 他加入了一间非国教的教会 当时英国国教和非国教会并存 很多不同的宗教团体 纷纷产生 有上层的团体和下层的团体 下层的团体通常被称为清教徒 教派 在这些清教徒之间 可惜亦有不少分歧 本人若翰加入了一间持疑见者的教会 不是国教的教会 这个教会在施洗的问题上 倾向浸讯会的观点 两年后 本人若翰的太太过世 而同年他所有的那间教会的牧师也过世 而当时的几福特的报道 对本人若翰一生是影响最大的 其实本人若翰并没有受过正式训练 三年后他想过在1658年 他接受了他们的邀请成为他们的牧者 同一年 伟大的克伦威尔也过世 他的儿子试图去掌管政权 但他太远若无能 很多人都对克伦威尔统治下的 持续不断的高压政策早已不满 两年以后 亦是1660年 查理二世重新登上皇位 亦是历史上所说的复平 时代到了 皇室重新成为英国的统治者 随之而来 对英国国教教会的绝对效忠 议会亦从支持清教徒 转为支持国教 国王和议会基本上 达成了共识 承认英格兰教会 为不列颠国的唯一合法党 法教会 在这种情况下 持异见者的处境日趋艰难 当时本人约翰 不单止在自己的教区全道 而且还探访周围的村庄 在1660年的有一天 当他正在一家农场进行报道的时候 那些警员就以无执照报道的罪名 将他逮捕 因为他没有受过训练 那时候 报道很许可证 法定只可以判发给那些接受英国政府管理 并且在英格兰教会登记的注册牧师才行 这也提醒我们 当有些政权 他们说你不合法就不合法 不管你在哪里拿你的牧师拼任证等等 而法庭对本人的判决是这样的 本人约翰 你是一个的劳工 自从什么什么年以来 你故意不上教堂 指的是国教的教会 不听道 但主持几个非法的秘密聚会 扰乱民心 违反了国王陛下的法律 就是这样 他下狱了 他一半就判了12年的监禁 他入狱的时候是32岁 直到44岁才获释 在这个期间 他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 有时他的限制非常宽松 他可以去到监外探访朋友 有时又不能外出 带朋友可以来探访他 有时他的限制 他也非常严厉 折磨、审讯不断 他写道 我发现自己的疾病前身 我站不稳 我被迫在这个地方忍受 要和我的小孩子骨肉分离之苦 这一切的痛苦 不单是因为他很想出去 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 更加痛苦的就是 因为他那个可怜失明的女儿 玛丽 他这样被监禁 玛丽一定要忍受 简直是心如刀割的分离 可怜的孩子 在世界上会遭到什么苦难? 会不会被鞭打? 会不会要恒黑? 饮食? 捱饿? 衣服不断看? 还有很多很多无法想象的灾难 我是不能够见到你们的 但愿风啊 你能够将我的思念 吹到他们的心里面 我也要提醒自己 要将你们都交在神的手里面 可惜离开你们 真是令我很痛心 1672年 他终于获释了 获到赦免 新国王愿意复兴来马天主甲 他的政策是释放所有持异见者 企图要这些人在推行 英国国教的各个团体之间 引起更多的纠纷 以便可以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 就是这样 本人约翰获得释放 获释后 他马上回到港坛 也去到各个乡村 巡迴报道 当时有一个叫做 约翰欧盟的人 是本人约翰最熟悉的清教徒作家之一 他一共有20多部作品流传于世 他当时是国王的大臣 亦是一位法庭的报道家 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他去到伦敦区的时候 时时都去听本人约翰的报道 有一次国王听说 又是欧盟 整天都去听本人约翰的讲道 他就问 欧盟 我真的不明白 你这麽学习广博的人 为什麽要去听一个 未受过教育 未受过训练的人的讲道 欧盟 他回答得非常巧妙 他说 如果我能够拥有 那个保获像 报道的能力 我宁愿放弃我的知识 本人约翰 在报道方面 的确是因此 是独一无二的 他能够很巧妙地抓住听众的心 在写作上也是这样 我们可以从他的作品里 看到独特的风格 说到这里 我想补充一句 就是 当一个人真的被神去呼召 以及他本身又真的认罪悔改 神在他生命一直一直去刁夺的时候 没有东西是做不到的 因为不是他做到的 是在背后的上帝 使他能够做得到 1675年 他又第二次要入狱 那次就是因为根据一个法令 说全道人必须持有执照 才能够报道 而本人约翰的罪名 就是一个非法传教 好幸运的是 今次监禁 持续了不到一年 这个 夹一夹 本人约翰在监狱度过的日子 总共是13年 如果一个人回首往事 他肯定发现自己饱受磨难的原因 正在欲中期间 本人约翰 他就全力以赴地 去赞写他的天路历程 这本书日后 也成为历世历代读者的祝福 这个想必是 本人约翰自己也始料不及的 但神确实是这样成就 神要用的人 没有人不能够被神用 本人约翰第一次监禁的时候 他就着手写这本书 第二次监禁的时候就完成了 并且首次出版 这本书流传之广 翻译之多 僅次于圣经 人读的次数越多 就越深入 也越会发现 他里面美妙优美的地方 很生动地展示了神圣的真理 书里面有很多地方 和主耶稣比喻 讲道时的风格很类似 本人约翰他用通俗易懂的方法 去揭示了深奥的真理 而事奉多年 本人约翰他亲眼见到 很多人走过同样的历程 同时主也用了不同的方法去引领他 在同一条天路上面的经历 不同的事进入了不同的广度和深度 他以他在事奉里面所见不同的人 和他们生活的作为原形 描写了基督徒的妻子 和几个邻居的经历 而本人约翰终于在1688年 就遇世长迟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为什么他会过世呢? 原来有一位父亲 将他的儿子赶出家门 因为他离家出走 这个年轻人找到本人约翰 就求他和他爸爸谈一谈 希望可以和他爸爸和好 于是本人就骑马 冒着雨就赶去 见到那个爸爸 父子两人在他劝说之下和好 但是本人就因为这样 本人约翰就得到了重感冒 并且在那里就过世 他死的时候是60岁的生日 还差两个月 但是他这一本的天徒历程 真是造就了很多年很多年 很多人的生命 原来无论你看过好没有看过好 可以重新去看 今天来到这里